這裏就是警隊博物館 裏面不允許拍照和錄影 所以大約說裏面有什麼看 裏面最好的重點就是黑社會的祭壇 還有一個老虎頭的標本 在1919年有隻老虎被警察打死了 那裏面大概是說警察的裝備 還有那些怎樣製讀 那些歷史 值不值得看又見仁見智 喜歡歷史的可以進來看看 其實裏面的話一個小時都看得完 那外面這支就是一支大炮 那也是有過百年的歷史 那也有說這支炮 可能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也有用過 那是這麼多 那大家有興趣的可以來警隊博物館看看 好可憐